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宣布参加明年的伦敦马拉松 莫·法拉赫今年一连拿了10个5000米和10000米的冠军 宣布退出中长距离跑步专攻马拉松 而且伦敦是他的主场 明年两大巨星相碰在伦敦 你更看好谁 希望他们都能够突破我们人类的极限 如果能够把马拉松跑进两小时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创举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 我们下次见